这里是七起 最近看到官方腹泻式的CG发布 对于永远支持羊羊鼠作动漫的我 仿佛过年似的 虽然最后两个短短的剧情 CG画风崩的有点厉害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看的 不管是在画面上还是剧情上 都可以看得出官方要为新片商 起一个非常华丽的开头 当官方推出了白鬼夜行和鬼王之宴 这两个CG的时候 大家都猜测 这是否是在为天人做铺垫 然而策划在之后 打了一副令所有玩家都意想不到的牌 原来最后的boss不是天人 而是我们熟悉的八旗大蛇 相信这个谜底的揭晓 让许多玩家都大跌眼镜 而七起看到这个剧情的时候 其实脑子里都已经猜到策划在想什么了 所以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小小的预测和观点 其实七起认为这次灾厄和天人还是有关系的 在我整理完剧情之后 发现原来策划早就已经在之前的CG和剧情埋下了非常非常深的伏笔 那么今天就让七起先带大家分析一下剧情的背景 以及CG视频 最后附上个人认为的剧情走向 本视频仅代表七起个人意见 一切剧情走向和发展还以官方为准 制作本期视频真的欧心力写喜欢的话 记得三连加个关注笔心 相信很多玩家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鬼王突然集结 为什么突然就白鬼夜行了呢 七起先给各位交代一下背景 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剧情走向 事情是发生在平息海国入侵后的几个月 如果有认真看每一次剧情的小伙伴不难发现 从今年四月的万诗屋活动开始 官方就已经开始为新篇章悄悄地埋下了伏笔 秦明在海国事件之后 仍然发现了京都以及周围地区频频发生了异常 而恰逢京都祭祖之时也就是京都结界最薄弱的时刻 所以秦明决定在京都祭祖这个好时期 通过万诗屋集结强力的阴阳师大人们备战这次的异常 这个时候灯姐就出来了 跟秦明深入地交流了一番 灯姐这个时候表示 秦明阿爸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真正的灾厄是平安金本身呀 大家都应该知道 三大家族为了压制八旗大蛇开启了五芒星结界 吸收地脉灵力守护京都 然而有个很关键的字眼 秦明说每年京都祭祖之时就是结界最弱的时候 这也代表着此刻封印八旗大蛇的灵力是最为薄弱的 这里算是一个小小的伏笔 可以推测出有人故意在这个时候干扰结界 助攻凶神冲出结界破坏京都 除此之外七角山的封神 樱木莲也察觉了异样 通过樱木莲的描述 可以看出京都这个结界在疯狂地吸取各个地区的灵力 导致各个地区寸草不生 民不聊生 这也呼应了之前海国发起侵入的原因 其实这里秦明和苍连的对话 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 这里稍微提一下 苍连表示七角山由小路南和古龙活等人守护 然而山峰去了更远的地方 现在要无音讯 相信大家都懂的吧 SP失踪山峰全心降临平安京 之后鬼王九吞童子也拜访了秦明 他也察觉到了大江山的异动 而且源头来自于京都内 为了与大家共同解决这次异动 并且解决鬼族的未来 所以鬼通发起了这次的鬼王宴会 好啦背景大概就这么多 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都发现了京都内结界的异常 海国之战后各地异动愈发频繁 大家为了能齐心齐力的解决异动 所以举办了这次鬼王宴会 既然是参加鬼王宴会 那必定是会来一场风风光光的白鬼夜行 我们可以看到秦明四人在前往附会的桥上 这里有个细节可以看出 神乐 元博雅和八百比丘尼 都还是为白鬼夜行这盛况而感到开心的状态 然而秦明阿靶身色凝重 若有所思的样子 表明了阿靶对这次的异动十分的不放心 此次参加鬼王宴会的一共有五方势力 一方是阴阳师家族 一方是大江山 一方是玉藻前 一方是海国 一方是黑秦明 和我狼族法律 把练习完美 吃到殿杂负 另一方是天凯百奇 小说 鬼屯看到海国鬼船的时候之所以那么惊讶 是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海国竟然还有鱼党 而且欲早前在鬼王宴会前派龙车调查过海国鱼党 发现鱼党有陆地上的妖怪风里座接应 通过最近的剧情争理得出 风里的主人正是铃鹿玉前 这也说明了铃鹿玉前将会是这场宴会的不速之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京都的河水开始干涸 灯笼的火光逐渐熄灭 夜空的烟花也逐渐消停 我们通过前面的剧情可以看出 京都受影响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 此时电闪雷鸣打破了这祥和的氛围 京都的百姓都观察到了天上的异动 驻足眺望 高天原的神明荒也察觉到了京都开始不安分起来了 七喜从官方后面透露八旗大蛇是本次剧情的反派 从中推测CG的每个镜头都是有它的原因的 所以认为荒将会在本次意乱中扮演着孰心孰众的角色 此时云外镜再次启动 然而云外镜的珠子却抵不住躁动四处散开了 七喜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以为云外镜是不是又要存档了 后面看到了鬼王之焰的CG才发现 原来这是和第二段CG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天上出现了和鬼域里一模一样的血月 仿佛一个眼睛窥探着世人 而这里官方使用类似于眼睛一样的手法 其实我回头看了一下八起大蛇当初上线的情报站 标题刚好就是俯瞰人间的眼 不得不说策划这剧情前后呼应做的真的十分的妙了 戏还是策划戏啊 而且最重要的一刻出现了 原本以为这里的大蛇是打酱油的 没想到这短短的几秒钟官方就埋下了伏笔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大蛇站在高处 眺望着整个平安晶 背后的蛇散发着悠悠的光芒 仿佛在施法 七喜通过后面的剧情CG结合一起看 认为此时八起大蛇正在控制着白镜 最后的片尾给原赖光一个大大的特写 有人会问前面完全没有提及到原赖光 为什么要给原赖光特写呢 其实七喜认为原赖光此时是知道 这一切背后的boss是谁了 我们通过万事物的剧情可以看出 原赖光和秦明在异动的时候就有讨论过 这个boss引发了阴阳之力的流动 而这个流动是往京都方向流的 然而这个家伙就在平安晶里面 前面的镜头刚好给了大蛇 所以这里的他大概率指的就是拔起大蛇 所以这个时候原赖光和秦明 心里是已经有数的 然而其他人并不知情 其实除了这个细节 七喜还发现了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官方伏笔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看了官方发的 鬼王之宴CG仙导片 这个仙导片其实就告诉我们了 幕后boss就是拔起大蛇 仙导片前半部分叙述了前提概要 而最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人熟悉的声音 这个声音正是拔起大蛇 而这里的台词刚好对应了拔起大蛇的CG 此处可以给大家做下比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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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 奴才生了 那些人生了 虐一蛇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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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鬼王之焰CG 我们主要分析云外镜让鬼王们所看到的景象 云外镜再次被启动 并且给鬼王们看到了未来会发生的情形 首先是鬼吞 通过CG我们可以看到 鬼吞身处大江山 却发现大江山战火连连 死的死 伤的伤 同时伸出了骇人的鬼手 试图缠绕鬼吞 而鬼吞作为大江山鬼王 自然不会让黑暗势力为所欲为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林露玉前身处一片树林里 鬼手如同曼藤一样向林露玉前缠绕 而林露玉前这里有句台词十分关键 这里林露玉前说了一定会再见到你大悦完 只是官方卖了关子 没有把字幕打上去 随着林露玉前的剑光 画面很自然的切换到了大舅妈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鬼手并没有出现在大舅妈的画面里 反而出现了鸟居以及滚滚的天雷 其实不难发现 这正是失去自己的妻子那天的情形 此刻舅妈手中本是燃起了糊火的 但是又默默的吸下去 这也侧面反映了欲藻前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也不忍心去击碎他 随后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秦明用神龙击碎了白镜 并语重心长的说 他不能留 不明真相的大家开始质疑起秦明了 其实前面的剧情也有给秦明这一个举动做了铺垫 在万事屋剧情中 秦明决定再次启动云外景的力量 而且最后说了句就由我来承担罪恶吧 也就表明了秦明计划好通过云外景 给各位鬼王看到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告诉大家事情的严重性 而且已经是早已下定决心 在使用完云外景的力量后毁掉白镜 作为非常重视同伴的秦明来说 毁掉自己的同伴是一个罪恶吧 从鬼王之宴的剧情鉴赏CG来看 我们可以得出巴奇大蛇把云外景 当作一个汲取灵力的工具人安放在了京都 并且也引导着海国侵入 推动着整个灾厄的发展 同时原来光也揭露了巴奇大蛇 用精神力控制着海国众人 作为本次灾厄的一枚妻子 这里真的不得不心疼一下我们的少主 作为巴奇大蛇手中的一名妻子 却浑然不知 致使最后整个海国都被负责骂名 另外 剧情鉴赏CG也揭露了 带有巴奇大蛇昼印的云外景碎片 不仅仅散落在京都 而且还散落在了各地 如果要制止这次灾厄的发生 各方势力必须要齐心协力 分头去进化各地的碎片 这也算是正式为新篇章开了一个头 接下来就说一下七喜的个人预测 主要分为巴奇大蛇路线 鬼吞路线 林路玉前路线 以及玉藻前路线 很多小伙伴看到这里会问 七喜你开头不是说会和天人有关吗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到呀 别急 接下来让我好好给你分析一下 首先我想说大反派巴奇大蛇 以及天人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二者多多少少是存在着联系的 我们可以从鬼吞的话里得出 天人族群是可以将精神世界的力量局限化 也就是说天人主要使用幻术之类的技能 而通过原来光的描述 巴奇大蛇刚好也是会使用精神力操控的 我们难免将二者联系起来 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巴奇大蛇和天人 其实早就已经是达成某种共识 或者是说巴奇大蛇是被更高一等的天人操控者 也是和海国一样作为一枚战争的棋子 所以我个人认为不能一味的否定天人 不会出现在接下来的剧情 我相信官方既然在之前的剧情提及到了天人 那肯定也是有他的缘由的 而且我接下来对鬼吞的分析 也感觉到策划在埋着天人这个非常深的伏笔 我们来看看鬼吞的路线 七起整理一下剧情 可以更加笃定天人在本次剧情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鬼吞曾经跟秦明交代了刺林的手臂逐渐失控 鬼吞认为这正是鬼欲深渊的异界生物操控着刺林的手臂 也就是传说中的天人 我们可以知道天人是处于鬼欲深渊 也就是鬼童丸所在的地方 而鬼童丸CG里的血月和鬼王之焰里的血月一模一样 这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呢 而在鬼王之焰的活动H5剧情中 我们可以得出鬼吞他即将会重新踏入鬼欲深渊 为了鬼族的未来以及好基有刺林的手臂 所以这里七起预测 鬼吞这条线会引出鬼童丸以及天人势力 首先我们从鬼童丸的剧情中得出 鬼童丸就深处鬼欲 而且鬼童丸的目的就是为了猎杀已经被标记的鬼王们 有人会问为什么鬼童丸不趁着鬼王之焰一起猎杀鬼王 不是更加方便吗 那是因为京都本身就是一个结界 鬼童丸是无法进入到京都的 我们可以从鬼童丸和云杰神的对话中看出来 鬼童丸其实就在周围徘徊着 而且原来光也表示最近京都结界外出现了不少鬼欲的势力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鬼吞和鬼童丸的正面交锋 这也是不是代表着善女也可以顺其自然的出场了呢 而且我都可以脑补到鬼吞为了刺灵手臂大战天人300回合的场景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零路御前的路线 首先我们通过剧情整理可得 零路御前一是为了去净化碎片 二是为了寻找大月丸 其实零路御前的路线多多少少也透露着精神力的力量 包括他在赛之合园的时候受到了不明的力量拖住了步伐 并且被拽入了时间扭曲更严重的深处 导致零路御前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从而拖慢了他回到零路山的步伐 七喜在这里认为这可能又是巴奇大蛇或者是天人搞的鬼 用精神力拖住零路御前趁此破坏零路山 而后面的剧情鉴赏CG可以看出 八百比丘尼成功与零路御前组队 前往零路山以及大海的尽头禁忌之地 也就是八百比丘尼所说的永生之海 七喜在这里猜测八百比丘尼去永生之海 可能是为了解开自身长生不老的诅咒 因为这是连高僧都无法解除的 所以解铃人还需寄铃人 也许他能在那里探索到了长生不老的秘密 而零路御前也想去永生之海寻找大月丸的身影 就此二人组成了支线小分队 七学七喜猜测零路御前 当时在鬼王之宴看到的未来 就是身处永生之海 然而永生之海已经被黑暗势力侵入污染 而当时零路御前的台词 刚好就是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大月丸 所以大概率就是在永生之海 寻找大月丸受到了阻挠 而且这也暗示了SP大月丸重生被零路御前带回来 然后是玉藻前的路线 其实我认为玉藻前会前往逢魔之园 也就是这个被命运所捉弄的地方 七喜猜测反派会使用幻术来攻击玉藻前 让玉藻前身处在妻子遭到天罚的那天 而且不断的循环着折磨着玉藻前 当然啦 这也只是我结合鬼王之宴CG做的一点小小的猜测 至于秦明黑秦明一行人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目前还没有获取更多的线索来做预测 官方这次可以说是下足了心思布了一盘很大的棋局 这也是为了之后各个SP以及SSR世神做了很好的剧情铺垫 相信之后的剧情会以进化云外镜碎片为主线 以七角山、冯魔之园、大江山、黑夜山、荒串为支线 这样剧情一铺开又够策划苟一年的活动了 而且冥冥之中有种强烈的预感 在最后进化完碎片 SP裂开云外镜或者SP精神小伙八起大蛇 将全心降临平安金 策划这个方面还是很会的 记起大胆的预测 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先从临路御前小分队开始 小分队即将踏上寻找少主之旅 我们也可以期待着这对姐弟俩重逢的场景 而生与死恨与爱都在那静静的水面下缓缓的流动着